William 打袖算淋雨 也不減帥度 來 直接打開 有多厲害 請看 What is this 這個西裝呢 其實我們就是主打 因為倫敦是一個非常常下雨的地方 悟多 對對 就跟 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但是因為倫敦的生活習慣是非常常 需要穿西裝的 那穿著西裝的時候 常常遇到下雨 英國人給幫你 對 我們時期喜歡穿西 捐頭 時期又重 那我那時候就走著走 走在路上我就想說 為什麼我不做一套西裝 同時又是一個雨衣 然後同時你在通勤的時候 結合了 方便 所以它是一套雨衣 對 你可以這麼做 做成西裝的狀態 來 我們直接測試好不好 看一下有多防水 來 它還能做成中山裝 你看它這樣開耶 好像是營溪的 我穿的這個是經典款 那這個是中山款 那我給大家看一個最簡單 怎麼弄 最簡單的那個示範 這個雨滴 完全滑過去 對對對 好像荷葉的那個 荷葉水 對對對 完全不會吸進去 如果碰到紅酒 或者是其他的果汁飲料 當然也上不去 對 那我們來試試看 最困難的 番茄醬 Tabasco Tomato juice Tabasco 或 它會直接這樣 好苦溜喔 整個就滴下去了 那清洗呢 一樣 簡單的水 用水沖一下 它就會很乾淨 比較不一樣的布料材質 對 這個台詞的問題 對 這樣就清理掉了 對對對 那地板在用那個髒石分裂 這樣用髒水分裂 對 我們配這個河蔓一組 其實果汁啊 這些都都是一樣的 所以沒有 這樣子 果汁跟果膠都 對對對 都不會有問題 很棒 對 那你說下雨天怎麼辦 下雨天其實我們設計了一個帽子 這個帽子呢 是結合這裡 帽子在裡面是吧 對 帽子在這裡 有扣的地方喔 其實它是用紫扣的 所以我們就是主打說 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就可以把衣服給穿起來了 吃扣 吸上去就好了 對 所以有時候下雨可能比較急一點 就趕快用 對 套上 突然下雨了喔 趕快 好了 就這樣 像人扯 這樣也蠻酷的 我好奇問一個問題 像是這種防水這種 會不會補透氣的 不會 所以我這邊有準備 它這裡有做氣孔 不只是這個氣孔 我這裡有還有一個準備 剛剛沒有機會展現到 剛剛 這邊呢 我給你們示範一下 其實 其實你問了不該問的問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雨衣都能做到這些功能 這個都沒有問題 重點是 你穿雨衣去參加人家的婚禮 沒有 他看不出來 他其實看不出來 因為其實不說會覺得還滿正式的 這是什麼意思 測試 這個是水 水呢 下不去 下不去 然後我這裡打氣 它是透氣的 另外呢 水下不去但氣出的來 對 然後呢 另外我們用的材料呢 是 環保的材質 我們是用 咖啡沙 跟 寶特品回收做出來的材料 所以它具有透氣 同時有彈性 這應該也是台灣的布料 對不對 有彈性 然後又紡織真的做了全世界 有彈性 然後這個水就 就沒了 那個足球的那個衣服 都是台灣 用寶特品做的 重點是 抗臭 所以你出去 去任何抽菸的場合 或是吃燒肉 衣服都不會有味道 火鍋 也不會沾火鍋 然後它的抗臭是永久性的 OK 如果是上班族 會每天需要穿到西裝的話 又常常走在會下雨的台北 又騎摩托車 對 這個我覺得就很重要 可是它保暖嗎 如果現在是冬天 它只穿這樣 你們要求太多 不是 其實這套西裝 還是乾脆在家裡面 就買出來了 它冬天它穿T套出門 它不會冷嗎 其實這套西裝是 我們出的第二代 2.0 之前是在美國是做比較好 給我們時間慢慢來改良 對不對 這是為台灣氣候而設計的 所以它是透氣的 透氣 英力質疑 英力質疑 在每一個地方做不一樣的設計 很棒 今天看了這麼多位發明家 我們要經常一起來 腦力激盪 對 討論一下 就能衝擊出來 更好的一個產品